這邊這一塊,P跟N,我要它往順時針搬90度,搬到這邊來 那上面這邊,這也是一個PN,我把它順時針搬90度,搬到右邊去 左邊是順天,右邊是逆天,注意到 其實我們過去在PN介面裡面,順天跟逆天,我們知道它的搬頭都會變滑 那在這邊我們就直接把過去的結論拉出來 這邊有看到這邊,就是左邊的N,N型半導體裡面它的電子濃度,它的電動濃度 右邊是P型半導體裡面,它的電子濃度在這邊,電動濃度在這邊 然後我們在標示一個0,是代表說它在沒有偏壓的狀況下,它的待遇分布是這樣子 就是因為我們知道這個點的濃度,知道這個點的濃度,所以這邊我們就直接拉一條P線 這是原本,這個曲線這一段 是原本它在沒有偏壓的狀況下,它的曲線 然後對應到這個藍色的這邊,就是電動的,它這個曲線 對於這邊這個杂質跟這個杂質的換算 從這邊的,這個N型半導體裡面的電子,換到B型半導體裡面的電子 它是要乘上一個Ponential的它的內電電位,這邊 從這邊到這邊,它本來就是電電力它在形成,它就有一個內電電位 它乘上一個Ponential的,負的內電電位,它就會從這個濃度轉到這個濃度 同樣的在PT的部分,在這個電動的部分,它也會從這個地方轉換到這個地方 乘上一個Ponential的負,BBI屬於BTE BBI指的是內電電位 然後它到這個點之後,它假如在接受順電的電壓 它又從這邊再往上乘上一個Ponential的BTE屬於BTE 這個BTE代表是順電的電位,這邊 對於逆片的部分,這邊它會變成說 它一樣是層上一個偏壓 比如說這邊這個N型半導體的部分變成負值 它在順電的時候,這個BTE的部分是正的值 所以它層上一個逆片的一個正的字方 OK,那當你是一個逆片的狀況下 這個BTE它會變成一個負值 這時候可以看到它的濃度是往下降 會往下降 就用逆片的負二次方,負三次方 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它往上增加,比如它可以從1,成長到100,成長到1000 但是它往下,濃度往下降的時候 它通常就是1,變成0.1,再變成0.01 所以說,順電它可以增加很多 那逆片呢,它的減少是,頂多是BTE變0 我們有這個概念之後呢,我們再來看一個 就是 它同時處在一個混合的狀況 就是,它即左邊是屬於 這邊,N,P,N 我把這張圖,我把它轉90度 所以說,你可以看到這邊,這邊是對的 這個,N+,在這邊 然後右邊這個是N,比較低濃度散打的N 它在一個NPM,在左邊是順片 右邊是逆片的狀況下 然後,同時中間的FACE端,區域夠大的話 你就可以在左邊看到一個很完整的順片的一個 濃度分布曲線 右邊看到一個很完整的逆片 濃度分布曲線 紅色代表它不是墊子 這邊可以看到順片 它的標準值,順片嘛 所以它往上走 而往上乘,比如說100倍 那當然這邊,這邊是變動的部分 不過,在我們這邊討論它的一個電流的大小的時候 因為它的電子跟它的變動 比如說是差100倍 所以說,它們在形成電流的同時 電子是佔主要的 或是說,我們幾乎只討論電子 也就是說,我們在這些曲線 我們只看紅色的部分 因為它還是造成這個電流的主要成分 當它這邊濃度因為樹面有增加之後 它到達這個區塊之後 它會發生擴散的現象 然後發生複合的現象 使得說,它在這邊 它的濃度會降低 降低到它原本的自然狀況 就是你可以想像說 它越來越遠離這個順片的範圍 越外圍這個順片的影響越來越小 所以它的濃度會恢復到它原本自然狀況 它原本在沒有偏壓狀況底下 它的濃度該在哪裡 這個曲線則就是它的自然狀況 就是沒有偏壓的時候 它的濃度會在哪裡 注意到這邊上面其實 它都是一個固定的指頭 因為這邊的這些宰子 它其實它的產生原因是因為 樹片的關係 它的宰子就是被拉過來 這些東西是因為宰子累積的關係 我們原本有一個式子就是 比如說在這邊的N層上這邊P 掉成一個固定的值 它是Ni平方 那個式子是建立在 你沒有外表變壓的熱敏感的狀況下 在這個順便有逆片的狀況下 基本上這個式子都沒有辦法使用 然後這邊就是多數變動 這電動濃度增加 是因為這邊變動少了過來 從這邊它基本上就是 就是所有的 所有從這邊的電流 電流都擴散 它都從這邊出去 所以說這邊它的電流就是 我們一般的 RS potential P to VP 那這邊就是副RS P叫化合電流 當然它很小很小 所以說右邊這樣 我們看到段路 左邊就是一個瞬間大電流 我們就把這個區塊一直減少 就是把中間這個區塊 藍色的框框這一塊 把它用人為設計的方式 一直限制它的範圍 使得說你可以看到 比如說我限制到這邊來 當限制到這邊來的時候 其實原來這個曲線 它是沒有辦法像它原來一樣 它還回到它的一個 可以說就是靈電壓的一個濃度 然後到這邊再變成逆電的曲線 這兩個曲線就開始互相 它就會過度地帶 然後就過度地帶 越來越小 這個藍色的區塊壓縮的時候 但是你加的那個 跨壓還是會讓它產生 固定大小的空大區 這個鋪管這個鋪圍 其實它是跟它的偏壓的關係 它偏壓是多少 它範圍就是多大 這邊 這兩個濃度 其實是當你 電線電位 決定之後 這邊的濃度它就被迫 有點像是電線條件 它被迫這邊被迫決定 然後右邊這邊 這邊這兩個點也是 電線條件定的時候 它的濃度就近 所以說在中間這邊 它會變成一個 我們沒辦法踢穿 但因為它的範圍很小 範圍很小 所以說 我們最後索性就直接用 一小時之間把它拉下去 等於說我把這個點 跟這個點 因為它的範圍很小 所以它就變成 看起來就這樣 一小時之間直接下去 你實際上 就是電流這邊 流過來的 幾乎就油功浮動了 就過去了 正常逆偏的狀況 是電流應該是 負癌很小很小 因為它 在正常逆偏的狀況下 它是 譬如從這邊 它就是 因為逆偏的關係 它濃度減少 然後它在這邊 它在進行所謂的擴展的時候 濃度變化就是 100到1 然後擴展過去 這是小的 那相對於另外一個狀況 就是說 因為這時候 有一些自由電流 它並不是來自於說 它自己本來 變得逆偏 它是來自於說 左邊這邊 有一大堆的 自由電流 直接射過來 然後 自在這邊 產生一個多數載率的累積 然後到這邊它很快的下降 所以說這邊有這條曲線 代表就是 這個曲線 它原本應該是100的 但是多數在這邊 你可以看到這邊 譬如說 是大卡卡的數量 即變成1萬 那在這邊 它一樣就是 撈到這邊 它的曲線 說它要接近1 變這條線 所以說 你可以看到 就是 從這兩條曲線 它在擴展電流上面 來看的話 當然這邊 角式1的話 這邊是 譬如說 就是它的100 100倍 但是這個是一個舉例 但實際上是更大 然後在 這邊擴展的時候 這邊是電子 這是逆電的時候 在產生內電電位的時候 其實是用相像的圖來表示 N型的部分是高電位 P型的部分是低電位 那我們知道說 對電子而言的話 它是相反的 所以說 對它而言 當你把 所以 一大堆電 它到達了P之後 擴展一點距離之後 它把它看到這邊 它有一個 很高的電位差 介於說 從 就是在這邊 這個密片的界面上面 它會想說 它原本 沒有外部偏壓這個VVI 它還要再往上 墊高一個 膜下偏壓 所以說 它 一旦到這邊 它就被掃過去 這些材質 擴展過來之後 它會在右邊 引發一點點的變化 但是這一點點的變化 通常都會被呼籲 就是說 在右邊 它又回到 恩型半導體 就是 這邊有一堆材質 被掃下來 掃下來之後 但是你看到 右邊這間的農村局 它還是一條直線 今天我把這邊的 所有的材質 全部都搬到 右邊這邊來 它頂多 只能在這個 右邊這邊 它掃起來了一點點 可以看到這邊 這邊一後面有四個零 然後這邊一後面有四個零 它即便把這邊 所有東西 全部都移過來 它在這邊 增加了一點點的 一個濃度變化 對它的顏色幾乎是 有留意 所以我們在右邊這邊的濃度 這個自由電子的濃度 都還是一樣 特別在這邊 其實它也用濃度變化 來去推算它的擴散電流 所以說在這邊我們就 在這邊我們就